26日早上7點,中環解放軍營外,有超過300人無遇排隊,門票8點開始派發。 大約半小時,3500張門票就已經派完。 又拿不到票的市民,批評現場指示不清晰,找不到派門票的位置。 經過一輪溝通,他最終都獲發門票。 駐港解放軍今次一共派發1萬張參觀券,除了中環,石江軍營和槍會山軍營都有門票派發。 每名市民最多可以獲4張票。 而在槍會山軍營,門票也在1小時內派完。 駐港解放軍隊上一次開放軍營,是在今年五一勞動節。 今次開放,會有武器裝備展示,也可以參觀艦艇模擬訓練和軍隊的生活設施。 WOW TV 雄家倫報導。 WOW TV 雄家倫報導。 這麼明書。 好